薯片和妮妮一直说 各大主播跑酷地图都找不到他们的名字 他们太上心了 所以我今天就带他们玩一个迷你村的跑酷问答 送给迷你村的跑酷里 肯定有薯片和妮妮吧 这么多水果味的队伍 我要草莓队 谢谢迷你村的人来玩 不用谢 薯片你看 你和妮你的名字居然在第一位 板拉 土豆 三毛 鬼鬼和丹丹 这都是迷你村的人物呀 看来这个作者肯定是迷你村的老粉丝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爬藤蔓 不过今天的藤蔓没有坑 下面是少许的传送阵方块 这跑酷很简单嘛 作者喜欢迷你村里的谁 三毛还是鬼鬼 看来最重要的关卡 应该是这边的问答了 什么呀 三毛鬼鬼不在吧 作者最喜欢的不应该是我吗 原来是都很喜欢呀 作者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 不好 没想到选错 还有惩罚啊 你们可要谨慎选择 作者是女生 哟 没想到薯片还挺聪明的 知道直接把老毯砸开 然后再通过 下一个问题 违规和薯片哪个适合登登 这什么问题呀 登登又没来 我们怎么知道嘛 还是随便选一个好了 赶紧走赶紧走 点个存档 下一关是弹簧跳跳跳 幸好我惊得帅 下一关用能量剑飞去终点 哎 这能量剑有点问题啊 看 土豆也掉下去了 原来是需要往后走一个方块 再使用能量剑 这不就行了吗 怎么我的能量剑 和土豆的能量剑 不一样啊 它的咋是个大冰棒 一转身好几个人都掉下去了 看我最后一冲 终于过来了 好玩了 喝喝茶会吧 那当然会了 这要是送给我们的小花园吗 这登登 怎么还带着宝宝在这喝茶呀 什么什么宝宝 带着小孩子呢 你还真是干啥啥不行 说光你是第一名啊 你还真是来 deals 你还真是来